那么第七个呢 请佛注释 勤装法能呢 不错啊 很难得了 但是有几个人 听一两次进就开悟了 这不可能的事情 古时候有 现在没有了 为什么 古人的心情进 他社会安定 没有动呢 所以他的智慧比我们就高 我们受外面环境的影响 烦恼稀奇很重 这个一点 这比不上古人 那我们就是 想办法多听见 多念福 跟外面境界 尽量少接触 少接触 第一个 不要看电视 不要看网络 这些报纸杂志 都不要看 都绝缘 我离开五十年了 随心很清洁 他不干扰我 那重大的问题呢 有一些同学很慈悲 就大型灾难问题 他揭露下来给我看看 我就看了一点点 其他的全都不知道 所以问我 每一天天下太平 天下都没事 生活在清净的环境当中 所以他们 有权力 去传播 我有权力 不听 我已经不接受 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 这个必须什么都重要 所以幸福注释 是秦善知识 老师常住这个世界 现在呢 好啊 现在有网络 有卫星 无论住在哪个地方 我们通通天天 都可以在一起 所以不一定要住在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就 我们的愿 都能够满了 都能达到 我们的愿